天堂地狱只在一面之间,而进入天堂,只需清真言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Rizwan 你相信吗?一幅价值连城的世界名画 蒙娜丽莎是因为油漆筒被风吹倒 然后刚好地撒在了画布上 然后刚好地就出现了这幅世界名画 乍听之下,非常荒谬对吧? 一般正常人都会告诉我,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这幅画,它的细节画得那么的泥珍,那么的完美 背后肯定是有一个作家,肯定是有一个创作者 不可能是自然发生的 那既然我们都不相信一幅没有生命的油画会出现 是因为巧合,是因为自然发生的 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相信我们现在身属的这个宇宙 孕育着万千生命的宇宙会出现 是因为巧合,是因为自然发生的呢? 它整个系统运作的完美性,精准性,复杂性 少了一分,多了一毫,生命都不可能会出现 在科学上,我们称作为金条 就是因为这个金条,让我有理由相信 我们的宇宙会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背后肯定是有经过金星的设计 肯定是有一个创造者把它创造出来的 知名的科学家Dr.Roger Penrose就曾经提出过 要出现这一个金条宇宙的概率 是1比10的10的123次方 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基本上是不可能是巧合的 也不可能是自然发生的 背后仿佛是有一个创造者去设计 去把它创造出来的 而真主安拉在古兰经三月章 第35节到第36节提出了三点 让所有的质疑者来进行访施 真主是这样说到的 是没有任何东西 把它们创造出来呢 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呢 难道他们曾创造天地吗 不然是他们不确信真主 OK,就让我们来分析这三点 第一点,我们在影片一开始就已经分析过了 如果是因为巧合而出现这一个金条宇宙 那个概率是低到不能再低了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说 没有创造者是几乎不可能的 第二点,有可能是我们人类 把自己和宇宙创造出来的吗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 要成为创造者的先决条件 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那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自己创造出来 同理的,我们必须在宇宙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那科学家估计 人类的出现大约是在500万到700万年前 而我们的宇宙是在137亿到138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第二点就已经是不攻自破 最后,真主再次把难度升级 真主只问我们,难道我们曾创造天地吗 这个就是要我们人类放下我们的致富 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 就算我们集结从古至今 所有科学家的大脑和知识 所有他们创造的伟大发明 都比不过造物主创造的一只苍蝇 一只蚊子在大自然中展现的奇迹 因为人类的发明都是存在着缺陷的 都需要定期去做保养和维修 才能够确保他们的正常运作 试想想,如果连一个手机你的软件 都需要一整个专业的团队去维修 去保养,来保证它的运作 那么,又有谁在管理这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宇宙呢? 真主安拉只是透过两个简单的境界 就能让一些有在思考,有智慧的人明白 这个宇宙背后肯定是有一个造物主 而这个造物主也肯定不是我们这一些 唯不足道的人类 与真主创造的宇宙相比 人类的发明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所以,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见识到神的存在 还是我们的智大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让我们不能够接受造物主的存在呢? 可能有人会问,宇宙是由造物主创造的 那么,造物主是由谁创造的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造物主 或者通俗点我们可以叫做神 如果神是由另一个神把他创造出来的话 那么,他就不可能是神了 因为神和被造物是不一样的 神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 反之,有开始有结束的就不可能是神 另外,时间空间都是神的创造物 是神创造来限制我们存活在这个宇宙 因此,每一个生物在这个世界上 都有开始,都有结束 都会有从新到旧,从完美到破损 从年轻到老到死亡 神是创造时间空间的 他自己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因此,只有一个不受时间空间控制的造物主 才有可能管理跟维持那么庞大的宇宙的运行 新和新的设论 需要活生 我为你 首先 我的